2023年最新的爵士虐恋韩剧 玉州财阀小姐爱上了面前的这个穷小子 傍晚时分两人相约在镜屋里 打闹嬉戏的画面被不远处 同样爱慕着真心的富家少爷看在了眼里 他不明白一个身份卑微 父亲还是自己家仆人的他 怎么会被高高在上的他看中 心情落寞的他选择了默默离开 碰巧走的时候被真心发现 真心沿着街道走进一个胡同 在这里发现了被做得鼻青脸肿的哲雄 原来对面的这群混混看他是个富家子 便准备动手抢钱 哲雄不想自己这狼狈的样子被他看见 想让他赶紧离开 简单欺负完后 混混们转身离开了这里 哲雄看着面前受伤的真心 想要伸手去触碰但又不好意思 他知道 现在的真心已经喜欢上了那个穷小子 此时这边的斗贺还在满大街的寻找着两人 真心试图劝说哲雄回去 但这只会让他更加的难受 最终 哲雄独自走回了家里 斗贺因为寻不到他们也回到了这里 在房间里他看到了伤痕累累的哲雄 他好心询问对方怎么了 但哲雄却怒吼着让他赶紧走 自尊心太强的他并不想告诉斗贺 自己是被揍了 白天 斗贺以真心为借口将他傍晚约在吃饭的地方 当哲雄按照约定来到这里时 却看到了斗贺提着鼻青脸肿的那个混混来到了这里 原来斗贺早已从真心口中了解到了一切 看到混混被抓住还是一副高大的 好强的哲雄选择跟他一对一 虽然是个富家少爷 不过可惜的是 他的武力还有身体强度并不适合打架 斗贺想要去帮忙 哲雄更加来劲 两人在地垫上的温度的天气开始了舒适的动 最终混混成功制服了哲雄 而且还光明正大的走了 倒在地上的哲雄立马起身 他拿起一块石头向着混混的脑袋就是狠狠的一剂 当斗贺前去阻拦石早已为时已晚 看着男人脑袋流下的鲜血 两人这才意识到了不妙 他们急忙背着他前去医院求助 但可惜的是 被砸中脑袋的混混最终失血过多不幸迷失 斗贺想让哲雄去警局自首 可以想到可能要蹲监狱 哲雄慌张地站起身立马将责任推卸给了斗贺 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如果没有他今天带混混过来 就不会有这一切 斗贺承认了一切 哲雄拜托着斗贺能不能替自己顶罪 他的父亲即将参选国会议员 母亲每天盼望着他望子成龙 他不想成为一个杀人犯 他跪在斗贺面前 恳求着他能救救他 并答应他以后会对他的人生附着 等他出狱的时候 承诺会让他过上妇人的一生 斗贺听后心里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这些年自己处处让着他 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 每次都要逼自己让狗 所以他一直活在男人背后 凭什么出身卑微就要处处让他背黑锅 这一次他大声嘶吼地拒绝了 还没有入狱五年的穷小子 好不容易混到了黑帮二当家的位置 却被手下最信任的兄弟背叛了 不仅带人端了帮派的老窝 还被最好的兄弟打得昏迷不醒 这一切的发生 还要从白天的一个女人说起 这天下午 帮派里到来了两个大人物 一个是掌管警局的老黑 另一个则是独裁政府派来的吴组长 此时的斗贺还并不认识他 可吴组长看他的眼神 明显变得不一样了 为了招待好这两个大人物 老大特意找到了一位当红演员 为了和他们搞好关系 就连导演都是亲自拽着 不愿意来的严珠过来 面对着男人的苦苦哀求 严珠更多的却是抗拒 斗贺身边的大哥看不下去了 在男人挥出巴掌的那一刻抓住了他 随即告诉严珠让他离开这了 屋里的老大剑迟迟没等到 便出来询问 男人立马指向了大哥 大哥急忙上前道歉 但换来的却是老大重重的一击 甚至还用脚狠狠地踩着他的大盹 斗贺上前企图制止 但此时利益熏心的老大 却早已将所谓的兄弟情力抛之脑后 打完他后命令他赶紧去将女孩抓来 就在准备山下去时 大哥从地上站起制止了他 这才是真正的兄弟情谊 身后的小弟看到两人被欺负 同样也是很被咬牙切齿 但男人似乎还并不过意 他让斗贺亲自来打他的大哥 轻轻垂了大哥胸口 让他下次好好工作 老大看后抓住大哥的衣领又是一击 这一下算是彻底点燃了斗贺的怒火 就在场面即将不可挽回时 跑出去的严珍又回来了 他不忍大哥被欺负 还是选择回到房间 不过在唱完一首歌曲后 严珍却当场选择了退出演艺圈 话筒一甩威武霸气地离开了这里 出来后的他找到了就自己的大哥 两人约在一起喝起了烈酒 吃起了闸串 严珍看着面前被凑的他 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情感 这边在严珍走后 老大独自留下给吴组长道起了钱 吴组长示意男人坐下 他今天来的目的其实是想让他们帮派 直接参与接下来他们往后的 可以开发土地计划 老大听后眼睛瞬间直了 可却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 他们的资金还达不到要求 吴组长看出了他的为难之处 表示他们只要出20%的资金就足够了 其余的他们来负责 股份六三分 至于多出来的一股用来洗钱 很快 双方谈的合作达成一致 在告别两人后 老大转头看向了抖鹤几人 心情大好的他向他又道起了钱 但在抖鹤向老大询问 刚刚两人来这做什么事 老大却并没有告诉他们这次合作的事情 不过好在 斗鹤早已派小弟提前放置了隐蔽的录音器 当几人听到老大他们的合作内容后 顺头气得再次鼓舞几人 想让他们夺走老大的位置 斗鹤和大哥两人陷入了为难 因为一旦动手 很有可能会遭到吴组长为代表的 韩国最牛的中情局的疯狂报复 另一边 在巨大诱惑面前 老大找到了当初被自己赶走的小弟 在得知他最近在地下搞假药生意后 当即表示自己也会全力支持他 小弟并不知道 这都是老大在利用他而已 那所谓的20%的资金 单纯他一个帮派还凑不够 他必须要不断地拉人入国 小弟被大哥的假真情成功地骗到了 回到斗鹤这边 也不知他们几人是在演戏还是真实 斗鹤当着所有小弟的面暴躁了寸头 原因竟然是他心生改念企图夺走老大的位置 被凑完的寸头转身就来到了和他们有过激的阿太这边 从斗鹤的金库那里偷来了整整三千万 并跟他说老大的金库只会比这更多 他们魂黑道的不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吗 在寸头的劝说下阿太当晚带着所有兄弟偷偷牵了进去 他们解决完门胃后阿太一方指导黄龙 寸头这边则去寻找斗鹤 很快在自家兄弟的指引下 几人在密道里发现了躲起来的老大 寸头这边则带着昏迷不醒的斗鹤也 千金小姐爱上了黑道混混 可第二次见面却又泼了他一脸冷水 不仅好感度下降 甚至还骂他是个臭流氓 他拿出折兄给他的照片甩在他面前 斗鹤擦单脸上的水字拿起那张照片 这正是前不久 他带领一群小弟强行和一群丁子户居民 打架的场面 斗鹤勇敢地承认了这一切 听到答案后的真心大失所望 斗鹤转头看着坐在一边的弟弟哲学 试问着他 这张照片从哪里来的 弟弟却恍成是有人举报拍下的 斗鹤没再理会他 反而说起了真心 真心微微叹气 但并没有教训起斗鹤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哲学故意让他看到的 走之前 真心失望地扫了一眼斗鹤 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一旁的哲雄更是没想到 真心一眼就能看破他的坏心思 直到等到他们离开 斗鹤皱起眉头地坐了下去 他让哲雄考上检察官 可不是这样针对自己的 为了和自己争夺真心的方心 却用出了如此卑鄙的手段 那并不是爱 而是贪心 斗鹤走后 从哲雄的表情不难看出 他并没有将他的话完全听进去 这边回到黑帮的斗鹤 不仅失去了女神的喜欢 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欺负完那群盯着户后 老大这边如愿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利润 但做了这么做 哪怕都违背了自己的本心 斗鹤得到的却仅仅只有几百万韩元 这些钱可是连给兄弟治病的钱都不够 很明显 他们辛苦拼下了血汗钱 全都被面前这个曾一起结拜的大哥吞下了 跟在斗鹤身边的兄弟同样也气愤起来 在这一刻 他们几人和老大开始有了冲突点 男人走后 斗鹤将自己的那一份也拿了出来 让他们先去给兄弟们看病 这时 大哥派兄弟找来了银行贵员 从他的口中了解到 他们的老大将整整五千万韩元存了进去 而他们的手里却只发到了不到一百万 几人在吃饭的时候 顺头想让斗鹤将老大干掉 他们几人都会全力配合 但斗鹤心里却最看重的事情 对于几人的提议 他提出了反对 这下 就连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缝 同样在另一边 独裁政府的司令派黑衣 也取来了一份重要文件 那便是关于哲雄父亲生前的一份报告 报告显示的正是男人 换了终生无法生育的功能 这就代表着 现在的哲雄并不是他们俩的孩子 这让男人甚是高兴 回想起在许久之前 和哲雄母亲在一起过的画面 在他认为 哲雄正是自己的儿子 他找到哲雄母亲 看到自己的初恋 或许是考虑到想等秀真亲口说出 哲雄是他们的孩子 他并没有立刻说出自己调查哲雄的事情 不过在犯后 他向秀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秀真听后自然是十分乐意 于是在当晚 两人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第二天 在男人走后 秀真又立马找到了当年村里的接生婆 给他塞了一大笔现金 如果有人问他 就说当年是他亲自给秀真接生的孩子 随后又找到了医院的院长 将那份报告还有一笔钱塞了过去 会在地上装成可怜的样子 祈求着院长如果有人询问这份报告的真假 就说这是真的 原来真正无法生孩子的是他自己 而哲雄也是当年自己从穷人家要来的 知道这件事的也只有他们三人 没意会 秀真叫来了两人 同样也用了之前的办法 让他们要守口无凭 但女人的态度 却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危险 窝囊的男人立马制止妻子 随即向女人表示 他们一定会保密到底 在两人走前 秀真不放心地叫住了他们 知道他们现在缺钱 秀真让穷人家的母亲去学车 自己会给他钱 让他到时候为自己开车 说是开车 其实就是为了监视他 出来后的女人忍不住地吐槽了几句 身后的男人听后却十分害怕看了眼四中 接着严厉地训起了妻子 生怕哲雄的秘密被别人发现了 而在另一边 此时的黑帮里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穷小子被冤入狱五年 却不知当初害自己进来的富家少爷 居然会是自己的亲弟弟 兄弟俩是同一个父母所生 在弟弟还没出生前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夫人家 找到了给自己家打工的男人 因为儿媳的身体怀不了孩子 老人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恳求着抖贺的父亲 如果他们的二胎是儿子 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养子 这样的话 自己死后就会有脸去面对祖先了 男人听后陷入了犹豫 在恩情和亲情面前 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前者 然而即便男人都答应了 对方的儿媳却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既然对方都成为养子了 那孩子就归他了 只要生下来的是儿子 他们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此刻 一家人全都看向了男人 男人还是低头答应了下来 并表示自己会将这件事埋在心里 身为他们家的仆人 老爷子又对自己一家有救命之恩 这让抖贺的父亲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回到家的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甚至还在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 直到现在还在感谢对方一家的恩惠 如果二胎是儿子的话 那他将会享受到妇人家的待遇 时隔数年 贫困出身的穷小子 如今成为了黑帮老大的二把手 而妇人家出身的小少爷 也顺利考上了韩国的检察官 两兄弟完全不知道 对方是自己的亲兄弟 甚至弟弟哲雄还在跟哥哥斗贺 争抢着同一个女孩 傍晚 哥哥斗贺这边收到了老大的任务 一群人在车上换好衣服 每个人都拿着一根铁棍 在警察的说明下 此次行动的目标 就是要抓获照片上的男人 从明台大学毕业后 就带领一群劳动者 开始了抗议活动 还把公司给搞垮了 当看到这张照片时 斗贺愣神了 中间的女孩不就是自己的妹妹吗 回想起之前妹妹曾跟自己说过 要来首尔工作了 没想到居然做起了这个 如今的斗贺可是清楚地明白 政府现在打的就是 他们这群出头鸟 斗贺心里十分了解 他们为什么要抗议 独裁政府是任何人都想推倒的 可如果在没有绝对实力面前 所谓的拉帮结派根本毫无作用 他必须在那群人找到妹妹前 提前带走他 很快 和斗贺一直作对的阿仔 抢先一步喘而进来 他所率领的那群小弟们 抓住工人们就是狠狠地抱走 此时 李屋听到动静的几人刚叹出头 意识到不妙后又急忙地逃了出去 斗贺看到自己妹妹就在里面 紧紧跟了过去 再逃到一个仓库时 抗议分子被斗贺几人团团包围 他挥拳打倒两人 又上前抓住了男人的衣人 妹妹失声大哭地极力阻止他 但此事已经来不及了 阿仔那群人同样也来到了这里 为了不让妹妹受到伤害 斗贺狠心地推开妹妹 给了男人重重的三拳 随后亲自将他交给了警局 为的就是换取到妹妹的自由 然而哥哥做的这些 在他看来却充满了恨意 回到家 斗贺想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可妹妹却用着极端的语气 训斥着斗贺 骂他是地痞流氓 是黑心老板的走狗 随着争吵声越来越大 屋内的父母也引了出来 两人出来就看见了斗贺 扇了妹妹一个巴掌 妹妹终于安静了下来 当父母过来时 斗贺并没有告诉妹妹做了什么 而是告诉两人自己会出钱 拿了两份礼物交给母亲 地旁的父亲却一把夺过礼物 将其扔在了地上 质问他最近到底在做什么 斗贺直接说了自己成为了混混 父亲一脸生气的就要打他 母亲一把拦住他 看着面前的父亲 斗贺悔恨地流下了泪水 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如果不是他当初让自己放弃学业 让自己替别人进监狱 能有今天的这种局面吗 如果不是这样 现在的他早已凭借全校第一的成绩 考上了大学 而不是成为了黑帮的一个混混 所以他才最没有自得训斥自己 说完这一切后 坐车离开了这里 父亲蹲在地上无助地擦着眼泪 不知是后悔还是无奈 而在另一边的哲雄 却过着和斗贺截然相反的日子 不仅成为了检察官 今天的他还将对真心进行告白 父家少爷失手杀了人 结果却想让一个穷小子 来顶替凶手的罪名 少爷一家找到穷人家的父亲 女人卑微地跪在男人面前 现在能救他们呢 只有男人的儿子 虽然男人是他们家的仆人 但出卖儿子这种事情 却是怎么也无法让他接受 他挣扎着摆脱两人的束缚 向着门口跑去 怎料厚颜无耻的一家 却将门口死死堵住 不断地恳求着男人 父亲仰头哀嚎 大喊着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此时在雨天孤独坐着的斗贺 终究还是没能逃离一家人的魔爪 考虑到对方一家曾有恩于自己 最终心地善良的斗贺 禀替折熊的罪名 第二天警察很快来到了家里 带走了斗贺 女神真心在听到这件事后 头发都没洗完就急匆匆地跑过来 他抓住斗贺的衣领哭泣着问他 斗贺一句话也没说 被警察强行带进了警车 汽车发动 这一曲将会是斗贺四年的大好青春 山顶藏起来的父亲最终 也没有跟斗贺告别 只有朴素的母亲 一路拼命地在后边追着斗贺 不久 法庭召开了关于两人的案子 折熊因为普通商人罪被罚十万 而斗贺犯下了故意致死罪 即将面临四年牢狱之灾 在被送往监狱的路上 真心冲了出来 他想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哪怕能亲口听到斗贺说一句爱你 然而斗贺因为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这凄惨的样子 仍然一句话也没说得上了路 他不想因为自己 从而影响了真心一辈子的幸福 最终两人的缘分就这样消散了 来到监狱第一天的斗贺 就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监狱的老大正是他们失手杀掉那人的哥哥 看到斗贺出来 男人立马招呼小弟将他围了起来 拿出刀子就狠狠地捅了进去 众人散去 操场上只剩下了昏迷不醒的斗贺 跑在一个好心人发现了他 这才将他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出来 时间一化 已经是四年后了 曾经的富家少爷和财阀小姐全都变了样 少爷的父亲因为参选失败不幸离世 曾经的父亲也因疾病去世 如今曾经成为了电影院的新老板 在这四年 他们都没有互相找过对方 当哲雄提起斗贺这个名字时 曾经的心里不仅泛起了一门忧伤 是啊 他们已经四年没有见过斗贺了 这时 一支巡察队突然来到了车站 哲雄像是看到了敌人一样 将帽子使劲压了下来 简单和真心嘱咐了几句后 便匆忙地逃离了这里 原来 哲雄私下参与了一群抗议活动 他们高居反对独裁支持民主的名号 对着政府门口呐喊着 很快 呐喊声招来了一群武装士兵 但凡被抓到的人都将免不了一阵毒打 哲雄在跑进一个胡同后 被数名士兵拦下 他们拿铁棍狠狠地敲打着 在送往警车的路上 一名士兵突然救下了哲雄 两人一路逃进了一个隐蔽的胡同 轻松解决掉追来的士兵后 隐藏在面具下的那个人出现在了面前 当看到是斗贺时 哲雄还没反应过来就挨了他一个巴掌 曾经的承诺可是在斗贺出狱后 让他过上富人的生活 可现在的他根本就和普通人相差无几 两人约在一个小餐馆吃饭 现在的斗贺成为了哲雄的大哥 他让哲雄准备司法考试 去当检察官 因为在监狱里他深刻体会到 那些所谓的检察官的厉害之处 说完这些后 斗贺转身离开了餐馆 如今不想回家的斗贺来到了一个秘密基地 为首的老大正是在监狱救过自己的大哥 现在的他正跟在男人身边 他们是一个房地产诈骗团队 每个人都有着数次前科 如今的斗贺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傍晚时分 他还是来到了 那个曾让他一见清新的女孩家附近 从哲雄口中了解到 这些年真心骑士过得并不是很好 自己的咕咕咕复处总会以各种理由 想要将电影院抢走 看着独自承受下这一切的真心 斗贺的心里同样也十分不是滋味 可如今的他又该用什么身份 陪帮老大追海后死里逃生到了国外 帮派里的兄弟们包括自己的爱人 在这十年里全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三兄弟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还被抓进监狱待了五年 十年后 当斗贺重新换了一种身份 再次回到这里时 这群患难与共的兄弟们 居然放弃了黑道权利 转而专心经营起了一家小小的餐馆 胖子剁菜 寸头洗盘 大哥买菜回来又急忙地接起客户的电话 完全看不出三人半点黑道的气势 斗贺忍住笑声装成一个混混要来收保护肺 三人还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找事 刚想动手教训一番 怎料当斗贺将眼镜摘下来的那一刻 三兄弟全都呆呆地站在原地 表现出了一副震惊的样子 甚至有些不确信地问道 他真的是四人帮里的那个斗贺吗 大哥眼角被打湿了 最先扑到了斗贺的怀疑 此刻 独处于兄弟之间的相聚依旧是那么的温馨 很快 他们将餐馆暂时关闭 在屋里讨论起斗贺的安全 十年前他们被独裁次长针对 大哥劝他不要报仇放下一切好好活着 可现在的这种情况 斗贺又怎能安心的生活 他必须要想办法将这一切重回原样 办法就是复仇 复仇第一步就是重新召集兄弟们 他先派出大哥甩出三个亿给对方 让他不间断地向自己汇报 博内毁存企业的情报 这个情报是斗贺为了报答十年前 救自己的那个人的 如今那个老头给了他新的身份 让他回国成为他的代理人 老头想要将自己在海外的企业 伸入韩国 所以斗贺想的是 倒是可以借老头的势力 跟实力强大的安起部对抗 之后的第二步 便是让胖子去遁守 十年前害死自己父亲的赵氏司机 至于寸头则重新回到酒吧 将分散的兄弟们召集 安排完一切后 俩人又分别将曾经有过矛盾的阿泰 还有上任老大叫了管 上任老大标书看到 曾经差点害死自己的阿泰 居然也在这里 一见面就开始砍了起来 斗贺看不下去了出言制止 之后甩给了他们每人两亿现金三亿支票 让他们冰释前嫌不要计较过去 重新跟着自己东山再起 用这五个亿他们最少能开时间赌场 到时的收益五五分 明白人都知道 这就是个掉馅饼的大好机会 哪有不拒绝的道路 这些全都处理好后 斗贺满心欢喜地驾车来到家人身边 刚想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 却看到了同步走来的哲雄和真心 傍晚 在四人聚餐的时候 看到他们这般像家人的样子 斗贺的心里更是憔悴起来 最终 他还是选择了暂时回避 其实斗贺不知道的是 真心这些年并没有忘记他 一直都是哲雄在不断地靠近他 痴情的哲雄为了真心 用自己检察官的名义 替真心担保到了贷款的名额 不仅如此还替他弄到了香港热火的电影版权 现在真心开设的青年时代影院几乎天天爆满 对于哲雄为自己做的这些 真心心里其实更多的是感激 这一切都是斗贺不知道的 晚上 他收到了胖子的信息 那个肇事司机已经回到了家 他们立马派人将他围堵在了家里 看到他居然在吸小粉 豆贺直接甩出了一打现金给他 让他告诉自己当年是谁指使他撞死自己父亲的 此时吸粉出现幻觉的男人看见了厚厚的现金 最终还是说出了一个人名 说的是谁并没有明确告诉他 估计要再下一集了 豆贺这边独自喝起了烈酒 一直喝了三天三夜 直到这天晚上 他终于鼓足勇气来找了曾经自己深爱的人 喝醉酒的真心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当豆贺摘下帽子用力地上前报警他时 在怀里的真心终于看见了那个心里最忘不掉的豆贺 这绝对是韩剧《绿洲》播出以来 主角被虐得最惨的一集了 从黑到金盆洗手的豆贺 却遭到了组织无情的背叛 亲生父亲不仅成为了牺牲的棋子 自己还将背负着恶势力头目的罪名 面临十年的牢狱之灾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是他的亲弟弟 两兄弟并不知道他们其实有着血缘关系 弟弟哲雄为了得到真心 将斗贺成立黑帮以来 所有的不良事迹全都写了下来 随后将这个案件交到同事手里 让他们出马去抓捕斗贺 此刻的斗贺还沉寂在父亲死亡的悲疼中 手铐带上的那一刻甚至连反抗的经历都没有 真心和赶来的小弟过来发现后 却依旧阻止不了他们带走斗贺 而这还不是最惨的 斗贺现在的头目次长 得知他被检察官带走后 更是连就他的想法都没有 抓他进来的理由也很易 他们所建立的工会里的成员都是黑帮 之前都有不少犯罪前科 而作为头目的他自然就要接受调查 可这都是好几百年的事了 现在的他们早已金盆洗手 做起了合法声音 不用猜这一切肯定又是哲雄干的 很快哲雄端着一杯茶水走了进来 他并没有表现出多么开心 因为他在刚刚也收到了斗贺父亲离世的消息 除了现在这个家 是斗贺的父亲给了他更多的温暖 他将斗贺的审讯拖延到了后面 想让他带着刚被找回来的妹妹一起回家祭拜佳人 这也算是目前哲雄办的唯一一件人事了 这边远在首尔的农村里 女人正含泪整理着丈夫的遗物 翻开男人破烂不堪的钱包 里边却连一分钱都没有 妻子将兜里刚赚取到的几千韩元塞了进去 他不想丈夫在死后都没有一点体面 重新整理好后来到了停尸房 看着男人冰冷的尸体 妻子小心地抚摸着男人的脸颊 给了他最后一个拥抱 当天晚上 毕家人给男人举办了葬礼 害死男人的老女人也来了这里 他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当看到男人的一项时 大嘴张着说哭就哭了出来 逼真的演技不去考上戏真是可惜了 豆贺的母亲也被他的演技成功骗到 不断地安慰着大哭的他 很快 主人公驾到 只可惜这次的他不再那么威风凌鸣 苍白无力的样子似乎厌倦了人世间 检察官给豆贺解开了手铐 让他有短暂时间和家人相处 此时 失踪已久的妹妹也被哲雄找到带了过来 母亲却再也没有训斥他的力气 三人每人点了一根香 哲雄自觉地站在后边 女人叫他也过来行大礼 一旁站着的老女人表情瞬间阴冷了下来 三兄妹对着父亲的遗像开始下跪羁绊 此时此刻 豆贺的母亲阿莲再也忍不住了 她上前分别抓住豆贺和哲雄的手 想要告诉他们其实是亲兄弟 开口的那一刻 恶毒的老女人害怕事情败露急忙过来打断了她 她利用将男人葬在崔家祖坟 唯由成功地转移了注意 甚至还表现出一副善人的样子说 这是他们崔家唯一可以报答他们的机会 话没说完却被斗贺打断了 凭什么自己的父亲要葬在别人家祖坟上 难道要父亲连死后还要伺候着崔家的吗 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 斗贺坚决地反对 没意会 斗贺上次的手下老吴也来到了这里 祭拜完后 斗贺将自己被抓紧去的情况告诉了他 想让他们想办法就自己出去 然而他们安启不次长给出的回应 却是让他自生自离 斗贺听后一脸诧异 而他更不可能想到的是 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从哲雄引起 陪邦老大在和心爱之人结婚的前一天 无意间看见了屏幕中正在播报的一起杀人案 强烈的不安感让他直接无视了女友的关心 独自开着汽车向着医院的方向驶去 当来到停尸间亲眼看到父亲的遗体时 斗贺的心里五味杂陈 那个让他既爱又恨的父亲不幸离舍 而撞死他的那个人却至今下落不灭 但斗贺怎么都不会想到的事 做着一切的人其实就在他的身边 原来早在白天 斗贺将自己即将和真心结婚的事情告诉了一家人 母亲听后自然是十分欣慰 可父亲听后却是满脸愧疚 他哽咽着喝下了一杯烈酒 深知自己早已没有脸面坐在这里 对儿子表达了忠心的祝福后 在泪水快要打湿脸颊时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斗贺并没有想去追父亲的想法 毕竟这十年来 父亲可是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他的儿子 这时一旁跟斗贺一家关系最好的阿红 拿着男人留下的烟就追了上去 男人接过烟后 阿红正好想借此询问他一件事情 哲雄到底是谁的儿子 此言一出顿时吓了男人一跳 他急忙解释起来说哲雄是催嫁的人 说完又询问起 是谁告诉他关于哲雄这些信息的 阿红犹豫了一会 还是说出了一个人名秀珍 在他给哲雄母亲秀珍当下人这段期间 某一天晚上 他意外听到了哲雄竟不是崔家的儿子 反而是那个次长的 当听到这些话后 男人一本正经地警告起阿红 这件事不管真假都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就这样 本该是父子相见兵士前嫌的一天 却又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 斗贺终究还是放不下父亲偷偷跟了出来 可看见他一路走向了山下从未回过头时 斗贺还是无奈地叹下了起 相反走下山的父亲在傍晚来到了哲雄身边 两人想约在一个小餐馆 无能的男人不断地对哲雄灌输着他的父亲 还有爷爷的伟大事情 并严厉提醒他 即便是他的妈妈改嫁了 也要一直记得他是崔家的血脉 从始至终 男人都没有向他说出自己 其实才是他亲生父亲的事实 窝闹的男人真的是太窝闹了 哲雄听后也并没有听出什么异常 答应男人后却又拜托了他一件事 他想让男人将斗贺的婚期再推逝一些 甚至还假借为斗贺随便编了一个像样的理由 男人听后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当初为了保护哲雄将哥哥斗贺送进监狱 他又有什么脸面去找斗贺 哲雄听到男人语言里拒绝的意思 同样也是一脸的不愉快 在最后离别的时候 男人还是抱了一下这个最小的儿子 之后他将电话打给了老女人秀珍 上来就质问他为什么要将哲雄说是别人 自己明明已经答应替他们保守秘密 可他如今为了名利却让哲雄认贼作诅 当说出这些话后秀珍紧张地捂住了嘴巴 他乱乱没想到自己的秘密居然被他发现了 听到男人情绪激动的样子 秀珍急忙换了一副面孔安慰他起来 可这时的男人又怎会如此听他的话 他大声制止着女人疯狂的行为 如果他敢让哲雄认贼作诅 自己就会将这个秘密告诉所有人 女人拜托着男人这件事等他们见面再说 挂断电话后 次长也走了过来 男人看到他这般憔悴 刚想安慰两句 谁知恶毒的老女人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他将自己和哲雄之前发生的悲惨遭遇 全都归结到了斗贺的父亲身上 就是因为当初那个仆人的儿子替哲雄进了监狱 所以他们一家总是会威胁自己交出财产的一半 男人被女人的谎言欺骗了 到了第二天 直接安排手下老吴准备做掉男人 老吴以哲雄想见他 唯有想让他跟自己去一个地方 出发前 他好心地将庄有名要的酒地给了 此时此刻 远在首尔的斗贺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出了意外 他们这群黑帮终于苦尽甘来 有了名下的一大成就 不过这些却在检察官哲雄眼里 却充满了恶心 尽管现在的斗贺他们是合法地经营着公司 但在他的眼里只要抓住斗贺的一些把握 就能再次将他推进深渊 为了得到真心 他开始了不择手段 而就在当晚 老女人秀珍在告诉他真正的父亲是次长后 哲雄的心里非但没有排斥了 有的反而是至高权力的贪婪 甚至在第二天 次长本以为他会像上次一样生气地离开 但这次他的淡定表现显然让他也感觉到了意外 到了傍晚 父亲不幸离世的消息被斗贺发现 真心在听到这件事后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接下来大家最最期待的灭练 即将开始 穷小子主动退去黑帮老大的身份 选择和心爱的女孩共度往后余生 真心挽着斗贺的胳膊 走在十年前相遇的那个街道 熟悉的地方却又换了一批陌生人 那时的斗贺还是个全身有黑的小伙子 就连真心都不会想到自己居然爱上了 当初那个长得像土豆的笨蛋 真心不求那种大富大贵的日子 也不求他们以后的生活 会像电影里的主人公那般有很多趣时 现在的他只希望自己能和爱人过着平稳的日子 长长久久地生活在一起 回到公司的斗贺和老大开始商量起来 接下来的地产开发工作 如果要合法地对土地进行开采 他们需要用到的资金整个黑帮加起来还远远不足 向银行贷款只会让他们一步步陷入更大的危机中 所以当下老大向斗贺几人提出了一个建议 将黑社会最高元老的潘会长起来 他是如今全国各个黑帮都十分尊敬的人 如果能将他搞定 到时以他为中心的全国所有黑帮组织都会参与进来 他们会形成一个新的股份公司或者工会 然后召集全国的组织参与执行公司的股份 那么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向银行借款 反而可以直接利用帮派送来的现金 来启动接下来的土地开发 斗贺给男人开出了每月一千万韩元的条件 让他在合同上盖一个章 合同签完这一刻的 他们就从一条猎狗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一匹狼 接下来在会长的引荐下 全国的组织头目汇聚在了一起 虽然这群人都是黑帮 但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可都是合法的 合法的收钱 合法的试点营业 并且成立了一个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着想的中议会 成立工会的目的首先就要做到优先考虑民生 在未来几天的拆迁计划中 有些钉子户居民拒绝拆迁 他们就会用着十分热情的态度 不仅给这群老人送进来 还在歌在舞 甚至还会给他们匹柴干农活 在终于会成立后的几天 兄弟们身上再也没有了网日地痞流氓的气息 当然该赚钱的地方他们还是不会放过的 比如一些在售的区域他们还是会提前买下 就在老大带着新女友买下后 哲雄的老母亲一脸微笑地走了进来 当他也想买下一块地时 却被告知土地全被卖完了 女人气冲冲地离开了这里 就在准备离开前 他看到了前方斗贺一行人 知道这一切都是斗贺干的 买不上地的老女人当晚找到了老公 想让他去向司令告状 现在住宅区所有的繁华的土地都被他们买去了 凭什么要让那些地痞流氓赚大钱 老吴也是万万没想到斗贺居然会凑够那么多险金 可眼下他们在收购土地的负面信息太少 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向斗贺的手里争地 老吴将这一情况汇报了次长 谁知次长听后却并不想管这些 在他认为的是 只要地价上涨对他们有利 而且他们又没花一分钱就能收到丰厚的利润 即便出了事也不会牵扯到自己 毕竟斗贺就是自己身边的一条猎狗 他们挣得越多给他们的也会越多 此时此刻 斗贺找到了兄弟哲雄想跟他一起吃个饭 谁知哲雄在上次看到他和真心亲吻的场面一直耿耿于怀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告诉斗贺 如今的他可是成为了全国黑帮老大 希望有一天别横死街头 斗贺微微一笑 既然他跟自己已经不欠什么了 那作为哥哥的也只好送给他一张情帖作为主导 热情地邀请他到时来参加自己和真心的婚礼 黑帮老大上任第一天 竟因为一个女孩 甘愿放弃这万人羡慕的地位 看着面前贴满伤口还随意走动的斗贺 真心以为他又出去打架了 提起胯包就准备离开这里 擦肩而过的瞬间 斗贺抓住了真心的胳膊 真心有些吃惊地看着身后的斗贺 他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 到现在的黑社会老大 至高权力地诱惑下 穷小子斗贺为了他 居然甘愿放弃打拼过的天下 他愿意放弃黑道好好跟真心过日子 哪怕等到海窟实乱 只要他不离不齐 看着面前不再有一脸杀气的斗贺 真心气得不停地垂着他的胸口 他从不羡慕所谓的荣华富贵 要的只是穷小子的一片真心 抚摸着斗贺的伤口 真心满脸的心疼 两人抬头深情地看着彼此 久违的拥抱终于让两人冰释前线 就连门外的小弟 也被这一幕看得直流口水 到了第二天 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 斗贺嫌弃小弟们 碍事让他们赶紧离开 真心跟下身子为爱人整理着衣服 抚摸着斗贺的头发 洁白的雪花飘过眼角 浓浓的爱意再次升起 一个吻 让周围的人羡慕不已 另一边 毫不知情的哲雄 在收到吴组长的文件后 当晚独自一人喝起了闷酒 看着照片上两人甜蜜的吻照 骄傲的富家公子在这一刻 有了深深的挫败感 回到家的他早已烂醉的不成人样 可当哲雄的母亲 在将他拖到沙发上时 无意间看见了那些照片 当看到照片上的人是斗贺时 脸上顿时浮现出了诧异的样子 他并不知道哲雄一直 还有跟斗贺联系 而斗贺和哲雄更不会想到的是 他们俩其实是亲兄弟们 这边的斗贺回到帮派 就宣布了一件事 他准备退出帮派 不想再当一个三流混混 小弟们听后立马赶开起来 大家都是因为他才来到这个地方的 当老大的怎能说走就走呢 斗贺微微一笑 原来他并非是要真正的离开 他准备将帮派重新调整 之前他们都是做些非法事 以后他将会合法的承包 接下来的工程 他们所有人都还在一个大家庭 并且都会分到承包商的股份 其余两兄弟听后却表示拒绝 现在的他们都在白盗 可以后拆迁还得用到黑道势力 寸头和胖子愿意继续留在黑道 这样以后就会帮助斗贺省下很多麻烦 回到女人这边 在上次看到斗贺和真心的照片后 他找到了跟在男人身边的老吴 通过询问得知 哲雄一直喜欢着斗贺的女友 并且男人还跟他们俩都有关系 这可把秀真吓得不轻 在听到斗贺现在在帮他们做事情后 秀真立马开始了吐槽 说他一个穷小子什么都不会 怎么会将大事交给他们 说完又推荐起自己的儿子哲雄来 再过不久自己就会带着哲雄见男人 到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一家人了 家人之间可不能有任何秘密 老吴听后似乎有些慌了 因为在这之前 他可是对哲雄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欺负 傍晚 秀真带着哲雄来到了男人这边 看着面前熟悉的样貌 哲雄回想起了男人的身份 想到之前一直欺负自己的老吴 他开口询问起了两人的关系 话音刚落 在这等候许久的老吴走了过来 他跪在哲雄面前 对于之前的行为表示抱歉 并跟他解释这一切都和次长没有任何关系 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 哲雄根本不信这些谎言 他清楚地记得他们都自己造成了那些伤害 他们都是一群吃人的怪物 哲雄让母亲在怪物和自己之间做出选择 说完气地离开了这里 母亲痛哭流涕 次长无奈叹息 一场相认的聚会最终以闹剧收尾 相反在另一边 我们的主角豆贺再过不久就要和真心澄清了 真心带着豆贺来到了医院这里 看望痴呆的母亲 健忘的母亲竟拉着她的手 放在真心手上 一家人在野外开始了聚餐 吃着热乎的地瓜 晚上一起散步 在分别时 豆贺终于勇敢地主动抱起了真心 黑老大一夜之间狂赚了一百个亿 满满的十二乡土特产 当金钱撒下来的那一刻 每个人的脸上全都洋溢出了久违的兴奋 仅凭一张假的房地产证 他们就从部长夫人手里骗取到了一百年 狡猾的女人这一次算是栽在了豆贺手里 而这仅仅才是他们复仇的开始 同样豆贺的死对头哲雄这边也开始了行动 他查到了斗贺名下的一个地下赌场 当晚就查封了这里准备断了斗贺的财物 可他万万不会想到 如今的他们手里可是足足有着一百 而且还是从他母亲手里骗取刀的 查完斗贺的地下赌场后 哲雄又找到了真心 此时的真心自从上次知道 是他让斗贺顶踢进的监狱后 明显已经对他表现了厌恶 然而哲雄却依旧对他不依不饶 他等真心说斗贺马上就要被全程攻击了 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指挥是自己 真心听后十分恼火地怒斥起了他 并且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自己来保护斗贺的话语 说完气地转身不再理会他 哲雄欲言又止十分气愤地离开了这里 在他走后 真心将电话打给了记者 似乎也在计划着什么 回到斗贺这边 他先是将关系好的检察官花钱淘到了首尔 后又将电话打给了哲雄 准备约他再今晚碰面 他想看看哲雄现在的想法 谁知晚上两兄弟相见时 哲雄的态度依旧是对他充满了憎恨 当斗贺提出自己带着真心还有家人远离这里去往国外时 哲雄甚至无比强势地要求他 一家人去国外可以 但真心不能去 最终 这场简单的谈判又是不欢而散 第二天 哲雄通过手下的信息找到了将斗贺带来这里的上家 一进门他就要求男人将斗贺带回日本 不过男人的态度倒是比他还要强硬几分 毕竟斗贺还要替他吞下韩国企业 男人咬口不放哲雄也没有办法 乃至出来后的他恰巧碰见了寻来的斗贺 这一次的斗贺不会再像之前那般隐忍他 哲雄大笑态度嚣张地反问齐斗贺 这一次的他还是会和以前一样败在自己手上 确实 之前的斗贺一直都是在哲雄之下的 不管是成绩还是别的方面 可哲雄并不知道的是 斗贺之所以每次输在他手上都是他那固执的父亲 斗贺笑着告诉了哲雄 这些年让他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故意输给他 曾经每次考试他都可以考全校第一 但最难的就是他当时必须要将分控制在第二面 所以这一次的他 不会再有任何反击的机会 两人分开后 斗贺的母亲又将哲雄叫了过来 从真心那边他知道了两兄弟反目成仇的事情 他拉着哲雄的手想要告诉他 其实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 但那张嘴 直到哲雄脑目的离开也没有吐出一个字 快要到了晚上的时候 斗贺给老吴安排了最后一个任务 先将十个亿打给他后 将监听器交给了他 让他去套话 试图让部长吐出是他密谋 司机撞死斗贺父亲的 但没想到两人交谈了半天 部长就是不肯吐出一个字 老吴这时也放弃了继续逼问的想法 转而忠心地提醒了部长一句话 哲雄并不是他的儿子 但没有说出是谁的儿子 此言一出 斗贺这边反应最为激励 部长就像是提前之道一样 全程淡定地听着老吴的讲话 原来他很早之前就调查过 之所以不戳穿这个秘密 就是单纯为了陪在哲雄母亲身边 他只是希望不想再让秀珍离开自己了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不外传 同时不让秀珍因为他太过劳累 部长最终开枪将他打进了河里 黑帮老大和女神约会的画面 终究还是暴露在了检察官哲雄面前 盼着心爱的女人抱在别人怀疑 哲雄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五年前死掉的那个人又怎会出现在这里呢 然而现实的打击却让他的恨意上升到了极点 之后窦贺带着真心来到了餐馆吃饭 哲雄同样悄悄地跟在后边 抖赫问起了之前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为什么在上学的时候 他选择了作为穷小子的自己 而没有选择富家少爷哲雄呢 真心幸福地看着面前的窦贺 窦贺的家庭虽然贫穷 但从他的眼里真心看到了像晨星一样的光芒 夜色越深就越闪耀 窦贺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无比尴尬地挠起了头 而躲在外边盯着他们谈话的哲雄倒是越看越生气起来 从远处看 座位上的窦贺突然起身走向了真心面前 似乎要做些什么 他从怀里掏出了自己精心挑选的钻戒 在这里正是向陪伴了数年的爱人告白 钻戒虽小但却恰恰符合真心喜欢的朴素 真心看后无比幸福地举起了手 想让窦贺帮自己戴上 虽然告白的方式或许简单了些 但窦贺会用未来一辈子的时间珍惜呵护他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接下来的画面哲雄并没有去看 现在的他怒火中烧到了极点 小弟打听起斗贺的信息 原来五年的他并没有葬身大汗 而是飘到了国外被人所救 如今以着另一种身份重新踏回了本 哲雄恼火地呵斥着让他继续去跟踪斗贺 小弟出来的一幕被斗贺收买的老吴发现 此时此刻 一家人正在参观举办着不属于他们的浪漫 小弟们送上蛋糕祝福着大哥大嫂白头偕老 热闹的画面被门外跟踪的人偷拍到了所有 不远处的老吴发现后 来到一个电话亭将信息告诉了他们 大哥拿着镜子从后边果然看到了有人 老吴又告诉了偷拍他们的人正是哲雄派来的 他告诉了几人如此重要的情报 同样他也要从斗贺手里拿到一份信息 是谁想要杀他 挂断电话后 大哥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众人 他们装模作样地开始吃起饭 斗贺知道他们复仇的计划要提前了 他现在是时候见见那个一直置自己与死地的地点 见之前 斗贺给老吴设了一个套 让自己的小弟叫哲雄出来 将自己开赌场的信息让小弟全部告诉他 并假意投降终服于他 两人交谈了什么老吴并不知道 而斗贺正好趁机告诉他 就是哲雄被小弟吓打的杀他的旨意 第二天 斗贺手下的诈骗团体开始行动 他们找来了重新回到娱乐圈的明星小珍 三人在交谈关于一百亿房地产的买名声音 一旁的秀珍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假装合同谈崩 好让秀珍入局 任凭秀珍多么狡猾 但这次他却在了一个大大的跟头 出来后的小珍再次看到大哥时 再也不像之前那般快乐 原来两人在很久前就已经分手了 自己可能随时会进监狱 他不想让小珍陪着自己受罪 在兄弟和爱情面前 他依然选择了前者 另一边 老吴找到了和秀珍正在谈项目的房地产大亨 他知道男人和他们合作其实中间谈了不少 他假借夫人的名义给了他们一个名单 想让他们将前一次打给下面的十个公司账户 将前一次打进去这便是洗钱 两人被逼的找到夫人将名单给了他 他承诺可以将百分之五的收益再分他 但生意合作的前提下却是讲说信任 这种违法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的 女人接过名单不明所以 但这却为他以后洗钱 一步步走向犯罪埋下来 台罚少爷身上最大的秘密终究还是被发现了 原来他的亲生父亲在死前曾写信交代了一切 可因插扬错下 老吴在干掉男人后发现了这封信 当读到信里的内容时 女人原本嚣张的气焰直接被扑灭 写信的正是被陷害死去的哲雄亲生父亲 男人在信里详细地写下了自己犯下的错误 包括当年亲手将他送给那对夫家夫妇的经过 越往后看女人的心里就越慌乱 颤抖的双手明显看出了此刻他慌张的样子 强忍着喝下一瓶水后 女人突然变脸狡辩到这封信根本就是假的 老吴不信 因为这信是从死去男人的怀里找到的 现在的他有了威胁到他们的筹码 女人被逼急了气了一把撕毁的信封 然而这却只是老吴给他看的复印件 如果这件事被刺掌发现 以他的狠拉程度男人必然不会放过他 女人还想继续狡辩下去 怎料老吴又拿出来了一份报告 现在的基因发达技术完全可以检测出 两人是否是亲生的 这份报告的结果自然是不匹配的 直接证据的出现 终于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女人低下了头 其实老吴的要求也很简单 只要能重新安排他回到次长身边工作 这个秘密便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晚饭的时候 次长又讨论其老吴犯下的那些错误 正准备辞退他时 女人开始替老吴辩解起来 而哲雄这边同样也没了反驳的想法 似乎心里也有了其他打算 就这样 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一直同意了让老吴暂且留下的注意 第二天 重新回到首尔工作的老吴再见到哲雄时 也不再像之前那般卑躬屈膝了 眼神里似乎还出现了些许蔑视 重新回到次长身边 本以为次长会责罚自己 不成想他却想着家里重病的父亲 将银行卡还有一些支票给了他 斗赫这边找到了骗子老大 从他们这些天的秘密调查 他们发现哲雄母亲名下的房产多到数不胜数 而且最近那个女人在做非常大的房地产投资 他们甚至找到了建设部局长 想要在即将开发的土地上购入一席之地 按理说本该这块地政府要求特别出手 奈何他们给的太多 就连建设部局长也动起了歪心思 不过这几个大人物不知道的是 他们交谈的对话都被偷偷地录了下来 很快小弟们将这几天观察到的现象汇总到了一起 哲雄的母亲是个贪财爱权的女人 身边的老吴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猎犬 至于哲雄和次长便是他们要一举消灭的对象 如果动手就必须要先打破他们的团结 让他们互相猜疑 所以老吴这个贪财又经常被哲雄欺负的人 最适合当他们的猎犬 于是 豆鹤便安排了和老吴关系不错的老大和他在酒吧会面 老大以各种利益诱惑老吴说他开了游戏厅收益还不错 趁着他不注意的功夫 偷偷将一颗药丸放了进去 再次醒来后的他已经成为了豆鹤几人的阶下球 豆鹤上来给了他重重的一拳 不停地拿他宣泄这五年来的丧青之痛 当老吴看轻打自己的人正是本该死去的豆鹤时 着实也被吓了一跳 而接下来属于豆鹤的反击正式开始 黑帮老大重伤坠海后在外逃亡了五年 月夜思念他的爱人在这五年里以为他已经死了 每天不是喝的烂醉就是把自己关醉 夜深人静下 真心晃悠悠地走在街道上 这时一道陌生却又熟悉的声音从后边传来 醉酒的真心以为是自己喝醉出患者 死去之人的声音又怎会凭空出现呢 直到身后的豆鹤摘下帽子 大步上前用力地紧紧抱住他的那一头 真心终于看到了这辈子他最想见的那个男孩 这并不是幻觉而是真实发生的 那个历经磨难死里逃生的豆鹤并没有死去 直到现在 真心还觉得这一切是多么的不真实 他摸着爱人的脸颊 随后又紧紧上前抱住了他 一切总是那么的突然 却又那么的幸福 两人简单碰面后 豆鹤将真心带了出来 他说出了当年操控一切的幕后黑手 正是哲雄 真心听后明显有些不幸 他很清楚豆鹤和哲雄是一路怎么长大的 他们情中手足 别人看了都以为他们是亲兄弟 可这些只是表面的 豆鹤接着又说出了自己找到了害死他父亲的凶手 是检察官老吴 他指使货车司机将罪汉撞死 完事后自己会得到三千万韩元 并且还会被他保释出来 而他就是跟在哲雄身边的那个人 也就是真心眼里两人是兄弟的那个人 见他还有些不幸 豆鹤索性说出了之前 自己还替哲雄蹲过五年监狱的事情 是他们一家求着他的父亲让他顶替进去的 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他以外只有这三个人 他们一家没有一个人是好东西 这下真心无话可说了 他万万没想到那个一本正经的检察官哲雄 居然会是这样的人 两人分开后 豆鹤这边则重新开始聚集兄弟 开始复仇大吉 他先是找到骗子老大 让他还有他手下的兄弟们 将哲雄母亲名下的房地产片取过来 准备让他在一夜之间成为穷光蛋 他们伪装成父家夫妇来到他们经常聚餐的地方 无意间听到了他们最近正在投资 一起金额庞大的房地产开发 涉案金额居然高达五十个亿 另一边的小弟则花了点钱 将哲雄母亲登记过的名下房产偷了出来 当看到他一个女人竟然有十几栋房子时 不禁大为吃惊 这边的复仇计划还在进行 同样在另一边 豆鹤安排大哥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 大哥将最高检察署检察次长约了出来 直到他喜欢古董 就当面表达了想要与他交好的心意 至于豆鹤这边 随着地下赌场越开越多 他们的收入也大大提高了二十个点 让阿泰调查老吴的下落也有了进展 因为他跟哲雄关系闹僵 他便被派到了釜山去 作为检察官 他却行使着各种敲诈工作 贪财的他在各种游乐场所不停压榨金钱 因为随身带枪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卸下他身上的枪 豆鹤连夜写了关于老吴的敲诈钱财的举报信 信来到了哲雄这里 当晚他就将老吴叫了出来 一直很厌恶老吴的哲雄抓住这一点 逼他主动退休不要给检察官的职位抹回 涉及钱财方面的东西 老吴听到后自然十分暴露 不管对方是谁 哪怕他是次长的儿子 他都会拼死前咬他们一口 并且 他现在可是掌握了哲雄身上的最大秘密 其中一个便是豆鹤当年替他进监狱的事情 如今最关键的那个老头被杀掉了 还是跟他关系最好的那个人 老吴没有直接告诉他是他母亲指使这一切的 但只要哲雄不是傻子定能猜到什么 下楼梯时 他又碰到了夫人 没想到老女人现在还没搞清楚现在的局面 为了哲雄的事业 他当面威胁起老吴想让他选择退休 谁知老吴却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足以威胁到他们一家 大结局终于来了 黄部长沦为废人死状凄惨 老女人发疯进了精神病院 而我们最最期待的男主也并没有死去 兄弟俩兵事前行 也知道了彼此是亲兄弟的事实 战斗爆发的导火线出在了老吴身上 随着昨晚黄部长开枪打死了老吴 老吴的尸体第二天就被发现 并且检察官们在尸体上搜出了监听器 黄部长看到这个东西 立马想到了昨晚老吴的不对劲 老奸巨华的他一下就猜中了 这肯定是斗贺指使他的 黄部长以着斗贺监听他们国家的信息为由 将斗贺作为间谍全程下达了通缉令 在真心的帮助下 斗贺重新换了一副装扮 暂时逃离了被严查的区域 现在的他去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黄部长已经率先一步来到他的商家面前 毫不知情的男人以为斗贺真的叛变了 也选择了抛击他 他们开始兵分两路 真心按照之前的计划找到提前找好的记者 将部长夫人和当时昌盛集团老大外加建设部部长 他们三人私下进行土地开发的黑幕全部爆了出来 这一劲爆信息的爆出全程明显 黄部长更是万万没想到 明明他已经成为了部长夫人却还如此贪心 为了尽快稳固明星 他立马派哲雄带领一群检察官查封了报社大谋 甚至让他们去调查所有跟斗贺有关系的人 部长这边则花了重金买通了执政党和野党 将土地开发的幕后主使全都推到了和他们有关的博会议员身上 仅仅是抓了几个高层代表就将此事糊弄了过去 这一计划的失败 斗贺用出了第二个王牌 那明首尔的正义检察官 虽然他看起来像个第二郎当似的 但最起码的正义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斗贺告诉他在过不久会放出最后一道王牌 这张王牌将会直接将黄部长及其家人推向深渊 他到时需要他的秉公连证 这边谈妥后 斗贺将最后的王牌拿了出来 里边正是黄部长杀人的录音 一旦公布天下 就能一口气除掉他们 但他也可能会因为之前帮部长筹备秘密资金被惩罚 不到万不得已他真的不想再进监狱 现在的他只想带着一家人去往国外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要求 实现起来却是如此的困难 真心能理解斗贺的难处 他带着录音找到了女人秀珍这里 当听到录音里边的内容时 秀珍被吓得慌了神 这可是关系到部长还有他们一家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哲雄也将会因为此时坠入深渊 内容他们可以毁掉 但前提要部长还他清白 并且要让他们安全地去往国外 此刻的秀珍哪里还有半分锐气 他害怕地来到部长身边祈求着他能放过抖贺他们 可从不服输的黄部长直到现在还不愿屈服 他用着强烈的态度告诉女人不要再提这件事 部长这边行不通吗 秀珍只能找到抖贺的母亲 录音的内容没有告诉他只是跟他说了 那个东西十分危险 一旦放出他的两个儿子都会遭殃 母亲听信了秀珍的话跟着他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当晚哲雄也被秀珍叫了过来 看到抖贺的母亲在这里他并未搭理 很快正主出现 哲雄想要掏枪弹还是陷入了犹豫 他并不知道他们双方的交易 秀珍没有说服黄部长放了他们 眼下只能找个借口暂时拖延 先让他们交出录音带 秀珍向他们保证自己绝对会说服他 看来合作是谈不拢了 哲雄愤怒地拿出手枪对象的 想要逼他交出录音带 母亲看后迅速冲到了两人中间 在这一刻 他终于说出了两人是亲兄弟的事实 他们都是自己怀胎十月的骨肉 老女人听后冷漠地闭上眼睛 兄弟俩更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哲雄想让秀珍说明情况 眼下这种局面 秀珍终于吐出了实情 哲雄是他领养的真正的母亲 就在他们跟前 两兄弟呆呆地站在原地一时间 不知怎么办才好 如此荒谬的事情 竟然真的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哲雄有些接受不了转身怒斥起秀珍 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些 同样另一边的斗鹤也拉着母亲质问着他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明一切 这下本来是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 如今却用不到 真心拉着尸神的斗鹤准备离开这里 谁知背后的哲雄再次举枪对向了他们 他还是选择让他交出那个录音带 真心紧紧地护在斗鹤身前 斗鹤气地直接冲到了枪口下面 告诉了他是谁害死了他们的亲生父亲 秀珍意识到不妙一脸惊恐地制止着他们的谈话 但此时的兄弟俩却完全没有去管那个女人 斗鹤说出的是秀珍让黄部长去杀了他们父亲的事实 他害怕被黄部长知道这个谎言便派人杀了他 女人极力狡辩不敢去承认这一切 哲雄慢慢地放下了枪转身恶狠狠地盯着秀珍看着 就在这时 一群带着枪的人突然闯了进来 是黄部长带领检察官们提前包围了这里 为首的一人对着斗鹤的肩膀开了一枪 倒地的斗鹤挣扎地从地上爬起一步步地逃向一旁 哲雄看到清哥被打立马打断了他们 为了给斗鹤争取一些活命的机会 他一人拦在了黄部长派来的所有人 现在的他已经知道杀害父亲的凶手 他不会再去帮助这个人面受心的脚 哥哥斗鹤看到哲雄有危险 立马飞升扑落过去 两兄弟躲在了沙发后面 就在他们即将进行下一步动作时 窗外的玻璃突然被震碎了 随着几颗烟雾弹地丢出 斗鹤手下的小弟们全服武装地冲了进来 在枪口的危险下 他们丝毫不惧甚至越站越远 为了彻底搞垮他们所谓的阵盾 兄弟们一个个的拳都抱着必死的心态 跟着他们拼起了命 混乱中 大哥几人找到了受伤的斗鹤 就在三人搀扶地准备离开这里时 身后的黄部长突然翻身从怀里拿出了一把枪 当哲雄大声提醒时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斗鹤被结结实实地打中了身体 随着正义的检察官赶到现场时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一家人全都围在斗鹤身边 真心让斗鹤千万不要闭上眼睛 他们还要约定去离水好好生活 斗鹤留着泪悲痛地看着面前的家人 强烈的疼痛感已经让他无法说出一句话 一旁的哲雄也在这一刻承认了所有罪行 自己会去警局自首希望哥哥能原谅自己 这个从出生以来就过着悲惨生活的穷小子 好不容易得到了爱人喜欢兄弟的道歉 却还要遭受死亡的来临 在闭上眼的那一刻 他也原谅了弟弟哲雄 很快 事情过去了三天 黄部长失去了所有权力即将被带到检察厅 不过在被抓的那一刻 他还是选择了用最快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命运 而那个老女人秀珍 失去了所有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疯子 时常会幻想着哲雄在跟自己打电话 被判定为精神病关进了精神病院 至于大家最最关心的那个人 其实并没有死去 三个人再次像之前那样 重新来到了电影院看着电影 曾经的他们就是在这里相遇 爱情的开始也从这里发生 看着大屏幕播放的画面 过往的回忆让三人全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亲兄弟果然是亲兄弟 看到一半都十分默契地睡起了觉 至此 绿洲已经完结了 这正如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岁月 虽然过程十分波折 但故事的结局依旧会是美好的